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 12月21號的財源廣進 最近的美國股市震盪非常的大 那當然大家對台股 可能也比較沒有信心 不過呢 今天在整個禮拜五的一個盤勢 你會發現到 台股表現還不錯 為什麼表現還不錯 我們仔細看 台股找盤開低震盪走低 10點鐘左右的時候 台股最低跌破了9600 可是呢 目前快收盤了 你會發現整個下引線 都開始慢慢出來了 下引線都開始流出來了 但是台北股是這地方能不能穩定 有沒有機會開始反彈 到底現在的關鍵到底在哪裡 我們今天測標寫得很清楚 我認為下週台股跌升反彈的 機會非常的大 我再說一遍是非常的大 甚至於呢 還有機會先去挑戰月線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直接來看 如果說你還沒有加入我們LINE AX的話 我歡迎各位你加入我們的LINE 加入LINE不用錢 而且我說這個LINE 我就需要能夠幫得到你 我們不是盤後看圖說故事 而是盤中 我會直接告訴你整個盤式的一個操作的方向 跟它的策略好不好 舉個例子來說 比方說今天啊 早盤10點多的時候呢 指數破9600嘛 你看昨天美國股市大跌 今天又破9600 一定很多人很擔心 會不會台北股市今天到收盤的時候跌個一兩百點 可是呢你想想看 10點鐘的時候台股破9600 我們先來看時間 10點09分的時候我就發LINE給你 我跟大家說 台股下週反彈機會大 因為南韓股市今年也沒有破11月低點了 所以我說後半場台股有機會流出下影線 有沒有 什麼下影線都流出來了 整個下影線都流出來了 那重點是台股後面要怎麼去看 我們直接來看 其實今天這個在LINE裡面都講得很清楚 比方說第一點 我用道琼跟大家分析 道琼五天大跌了1700多點 其實目前技術面上已經來到超跌區 這什麼意思 你看道琼 這五天跌了1700多點 結果一跌下來之後 左電影開始爆量開始流下影線 那這代表說 其實慢慢的已經有一些低階的買盤進去了 相對於那個月季線越來越遠 所以我認為道琼照理說 再怎麼樣也有跌升反韓的機會 那當然近期道琼會比較弱 其實是有一些原因 有點多災多難 你仔細看 聯準為了包爾 他強調還要漸進升息之外 他昨天還跟你說他要縮表 就收資金 現在不只包爾在亂 現在連川普也來鬧 什麼川普也來鬧 川普揚言要關閉政府 我問你遇到這些問題 你說道琼跌不跌 美股跌不跌 會跌啊怎麼不會跌 不跌才怪嘛對不對 但是我認為再跌的空間 這地方會慢慢有修正管理的機會 所以當美股能夠稍微跌升台 對台股都是利多 但是真正利多不在這 在哪裡 今天第二點我跟他講 聯準會昨天才升息 照理說美元要強一點 結果你注意看 美元卻大跌破月季線 這個出現頭部了 什麼叫出現頭部 你想想看啊 當你升息一定對 美國升息對美元會有利啊 可是昨天的美元呢 你有沒有發現到 它大跌 一根長A下來破月季線 現在這個頭部 已經開始慢慢要出來了 所以當美元一走弱呢 對新台幣匯率就有利嘛 新台幣今天升值已經創 10天以來的新高 有沒有 美元一走弱 新台幣匯率今天大升 大升代表什麼意思 資金會內微喔 你想想幹嘛 你現在在亞洲市場裡面的資金 你要留到哪裡去 留回美國嗎 美元才剛要比 美股最近都比亞股還要弱 把它留回到美國去套 去然後去賠錢嗎 我也是沒有那麼笨嘛 所以我跟他說 昨天我就跟他講 聯準會升息兩次 可是呢 如果預計來看的話 未來三四個月 美國都不會升息啊 所以美元會蓄弱 新台幣升值已經開始成形了 因為今天都升 都已經升破那個 升破那個之前的那個頸線位置區嘛 對不對 他會開始慢慢升息 所以資金會內流 這影響到整個外資的操作 昨天外資期貨多單有減 減1800多口 但是還有4萬多口啊 你現在啊 目前新台幣已經開始偏升了 那我認為外資期貨多單還會增加 因為他前面沒有地方跑 如果搭配每股下週跌升坦 你有沒有想過下週是摩台結算 如果摩台結算這地方 他外他期貨多單要這麼多 你覺得他會拿來砸自己腳嗎 不可能 所以我說台股下週呢 有機會反彈去挑戰月線的機會 跟我意思吧 所以籌碼面這個這一塊 匯率這一塊對台股他真的很有利 那再來我們就從技術面裡面來看 台股的技術面 我說今天的季線已經拿到9933了 我昨天說明在六個交易日季線會跌破月線 對不對 各位你注意看 昨天那盤我怎麼幫你規劃 我說台股沒有辦法 我原本本就預計這禮拜後半週要抬 沒想到說包爾他會說要升息兩次 所以弄得 有的時候股市就這樣 當然都會受到一些干擾 沒有百分百 我也跟大家說我的分析我不敢說百分百 但是我力求精準 我力求勝率 昨天我跟他說既然美股跌下來 那聯準會主席要這麼講 那沒辦法 但是呢我說台股現在就走防守盤 對不對 你守穩前地就走區間 但是這個區間有個好處就是月線會破季線 還有七個交易日 但是到今天剩六個交易日 那我昨天還畫圖跟他講 當他月線破季線台股走區間之後會代表什麼意思 後面的月季線有機會翻揚喔 所以反而這個地方啊 一月反彈的空間會比較大 所以從以上幾個邏輯的推理來看 我認為台北股市 雖然目前還沒有很強 但是呢台北股市目前還是走防守盤 甚至於下個禮拜 有機會跌升台先挑戰月線 但是在下個禮拜之後呢 月線會破季線 所以隨時在一月份 台股有機會會出現月季線的黃金交叉 所以當有低檔的時候 你要好好把握好不好 當然大家都會說啦 有低點要把握 可是要怎麼把握 你先想看啊 今天我在LINE裡面喔 這篇文章寫完之後 我跟他說後半場有機會留下引線 奧尼斯你要怎麼做 沒有時間啦 我直接拿圖給你看 今天在LINE裡面跟他講 留意喔 之前有些低點的股票你要進場去接 回側前低嘛 你看我的帽 回側前低嘛 我說再做一次右肩 所以今天我跟他講說 可以留意減便宜的機會 請問你注意看我帽 整個上來了嘛對不對 上來怎麼接 我跟他說前低右肩的位置在111嘛 所以今天9點03分的時候 我說我帽 我們在111到113附近 我們就開始低接 進場低接 有沒有 你一定買得到嘛 現在是不是起來了 所以你怎麼做你都是賺啊 那為什麼要跟你講PA的概念個股 因為PA本身是5G的上游 所以5G的概念個股裡面 比方說 像之前跟大家講過訊心嘛 當初我低檔買 到現在為止我們都賺了 而且我認為這還沒有結束 所以還有加碼的空間 可是你沒有低檔買 這地方我問你 到現在為止都在幫我們抬轎 你資金比較小的比方說2314的台樣 當初低檔買發動之前我在加碼 這兩天是受到美股影響的 稍微有壓回 可是你買到低點 你現在繼續賺 對不對 所以當這個機會到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掌握那個低檔 把你的成本能夠壓得越低的話 其實你的風險是越來越小 而且你賺錢的機率是更大 如果搭配整個台北股市呢 他在下個禮拜有機會跌升坦的話 那我認為有另外一波新的輪動 他才剛要啟動 那這個輪動如果說你掌握不到的 我建議各位 新一波的輪動正在啟動當中 當然最近美股的震盪比較大 但是我覺得 從匯率的角度來看 應該不需要太過悲觀 因為外資的資金沒有地方跑 他不可能跑回美國去 因為美元要跌了嘛 然後呢 美股又比亞股弱 所以他跑回去沒有意義啊 所以信奈幣會利益升值起來之後呢 整個外資的資金是流住 而且他還會加嘛 所以呢 今天如果說你掌握不到 下一檔輪動的攻擊的個股 很歡迎各位 把握這個盤是現在給你的低點 你絕對有賺錢的機會 而且你過年之前 絕對能夠好好的再賺一波 想掌握另外一波的輪動 要重新累積績效的 歡迎各位廣告之後 打電話進來 我們明天 禮拜六再見 拜拜 拜拜 uczucion平坤 並自負投資風險 這個十字幕秀 該第一次提出 進來把利益升值得 Derkel 美股價值得通行 都有沒有提出 未能的利益 這個地步 就是超市貸供應 更多的地方 我朋友要多支援 最動導致 最須觀望 這是억